亲爱的玩家朋友大家好 最近收到很多私信 就是很多关于问 怎样才能成为职业玩家 成为职业玩家 需要哪一些特质的条件 今天我跟大家谈一谈 性格决定命运 可能很多人看过这本书 今天我来跟大家讲 性格决定百家的成本 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个人的性格分为很多种 我在这只讲这几种 和平性 急躁性 完美性 力量性 活泼性 每一种性格都有它的好处 但是它有它的弊端 但哪些性格在赌场容易成功呢 大家可以看到 和平性的不容易成功 因为它没有多大的追求 没有什么追求 急躁性的也更不容易成功 它老是上头 活泼性的呢 它也不太容易成功 它就是比较活泼 到处竄 什么人都大交 所以这个呢 其实你进了赌场 对于你来说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这种 就是什么 没有防备的性格 活泼性是没有防备的 和平性格也是没有防备的 那下面有两种性格呢 就是完美性和力量性 这两种性格呢 它有它的好处 但在赌场中呢 具备这两种性格的人呢 容易成功 但更容易失败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性格 自己先了解一下自己的性格 然后去修炼 那完美性是哪种人呢 就是非常顽固啊 非要找东西证明别人是错误的 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这比如说 这个哪种是完美性性格呢 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兄弟俩 这个一人有一块蛋糕 你哥哥蛋糕吃完了 弟弟还有一半 你吃 哥哥饿了 饿了以后 说弟弟你帮我去买块蛋糕回来 弟弟说不 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一走 你就要吃我蛋糕 哥哥说我坚决不吃蛋糕 你一会儿就买回来了 他说我不相信 他说他就是不相信 他说就是不相信他 不是他蛋糕 然后因为弟弟小嘛 哥哥大嘛 溜不过哥哥 哥哥把钱给弟弟 弟弟就出门了 门一关出去了 结果一等不回来 两等不回来 三等不回来 等了几个小时了 哥哥确实肚子饿了 最后开始吃蛋糕了 拿起勺子就把蛋糕吃 结果这一下门哗的被推开 弟弟 张口就说 我早就知道你要偷吃我蛋糕 我在门口等候了几个小时 这就是完美性格的 典型的完美性格 他想到这件事情 就是跟别人想法不一样 他非要证明这件事情 他的想法是对的 而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其实 他去买回来 就啥事也没有了 哥哥也不会吃蛋糕 所以他只要认定的事情 他就认这个死理 所以赌场也是 如果你认定的事情 你进死理 那就要出问题 赌博之后要灵活应用 不要因为一个 就认他死理 就比如说 跟你说 嘎气庄必打 你一口没打中 以后 见到嘎气庄再也不打了 我没打中 你说的嘎气庄必打 我没打中 再也不打了 再比如说 大家都下庄的时候 他在旁边一定要找一个问题出来 因为他不下注 他心里面一定要找一个问题出来 这口是咸 他一定要证明 他就在后面看 看到别人打下去 装了 输了 他说你看 我说是咸吧 是咸你又不下注 这就是完美性性格 他老是会找什么 找很多东西去证明 他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老是不行动 完美性性格 想法太多 心动力太吃亏 在赌场容易吃亏 但是完美性性格 一旦改了以后 在赌场 犹豫得水 他也会抓住一些 很有科学道理的东西 他永远可以那去干 所以 东厂也怕这种人 一旦他成功了 真的怕这种人 所以说完美性性格呢 他有好有不好的 他不好就是那种 模棱两可 永远不带力量 所以完美和力量 如果结合了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性格 完美性性格听得很好听 其实不然 完美性性格也叫完蛋性性格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 很倔的人 完蛋性性格 就是完蛋 什么都是那种私利 就是搞得 让别人感觉 这个人 不太好接触 动不动 跟这个人杠起来 动不动跟他 就是杠金的 完美的就是杠金的 永远背了一根钢筋 好 那下面是力量性 力量性人呢 在赌场 他有优势 但是他有弱势 优势是什么 赢的时候他个性很多 弱势的时候 输的时候他会输 比你更多 力量性的人呢 在社会上是非常吃香的 就是那种 企业家 所以赌场坑了那些 大部分多数 坑的企业家 让很多企业家 就是什么 倾家党产 就像这个 18年还是17年 在新加坡的 那个企业家一样 跳楼了 三十几个亿输掉了 中国的一个 上市公司的 一样 这就是力量性人 在赌场吃的亏 所以说我们要把 力量性 完美性 和平性 这三个性 进行完美的结合 你在赌场坑上 就可以走出这条路 那这个结合呢 需要一个修炼的过程 需要修炼 其实 我们的认知 达到一定程度 对赌 要达到一定程度 对这个 圣意 这个宇宙规律 要有一个 完全 和平的态度 比如说 在我们的 这个装多的丑 永远不要拼命去打险 在险多的丑 不要拼命去打装 在失利的丑 不要拼命去负罪 在我们顺风顺水的时候 一定要上升 要用力量性 就马上上 在我们不顺的时候 一定要进入和平 所以说 赌博 真的不是 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那还有很多粉丝呢 在一年前 给我私信 说老师 我输了很多 你教我 教我一招 让我赢点钱 我说一招 你是赢不到钱 如果一招能赢到钱 赌场就倒闭了 这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过程 包括技术 心理 性格 等等的 需要修炼 好 没赢了 然后过了半年 又开始给我喊 我输了多少钱呀 我现在 又输了多少钱 你输了几 几十万了 然后最近又在跟我说 输了借债了 我说你从 认识我到现在 你就不知道洗一下 你的脑吗 你这么多钱交给赌场 你不能找一个 好一件老师 好好学吗 他说我就在找你呀 我说找我 你向我学了吗 他说我看了你视频呢 我说我的视频只有10%不到 你能学到东西吗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要记住 放出来的视频 你如果真正按照上面 严格执行一点点 你也不会输这么惨 你什么时候 一严格执行 他说我一打就上我头 我说你永远改不了这个性格 但你看了我视频 你按照我视频上做了吗 让你输的时候不要加码 他说做不到啊 那需要修炼呢 宁愿把这个钱输给赌场 都不愿意上武装自己的脑袋 输那么多 还有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 的要求啊 我确实无法满足 有的让我带打 有的让我 这个 给他软件去打 你们这些想法啊 这个 怎么说呢 真的不成熟 你想 如果 我把这个软件给你了 出了问题 那又来了 因为 有些赌场 用软件打是犯法的 会抓人的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个打法 大家都在用的时候 赌场就会改赌归 曾经 有几家赌场都改了赌归 我曾经在 疫情期间 大赌场不让我赌了 我去了另外一家小赌场 因为小赌场从来没有 人家说从来没有打过五千的 我打了一个五千的泰重了 第一口 第一个泰 五千块钱下来是重了 重了几万块 不给我赔 后来第二天就改了 改到一千五 最高能打到一千五 第二天就改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 然后呢 然后还有另外一家赌场 也是 我就不提名的在这 因为这个 提名的不太好 就是 打人钱财 杀人父母 我不想提名 也是 我偷一天去 我看了很好一个 Super Six 就是六点 非常好 我就压了一个住 他赔十六倍 我就压了一个九百 因为大家装钱 他一百和三百起步的一个小赌场 光那个六点 我就下了家九百 结果九百中了 中了以后反手打了个一千八 又中了 然后 下来经历了 说的 不可以了 赌归改了 马上就改了赌归 说的一个人最多能打 五百 我说你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最高投注三千七百五 没有人投我就可以加最高投注 他说不可以 我们一个人只能打五百 马上就改赌归 那到第二天呢 我就想呢 你居然说一个人可以打五百 那我就让 另外人帮我打吧 我让另外人 我下五百次 我让另外人帮我打 他们下来四个经理 不可以 他说你们是一起来我赌场的 也不可以这样下注 所以说 真正要长赢赌场 我们要了解赌场的赌归 大家要记住 赌场 它的优势 可以随便去更改 我们的优势就是 走 可以随便走 可以随便换桌 所以我们要成为职业玩家 首先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打法 心理 性格 全部解决了 你就能成为职业玩家 这个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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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